I see 夢想家 聽好朋友 觀眾朋友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子的經驗 就是想要送禮 然後想送一個有公益的精緻 可是也很代表台灣的品項 或是你買車 有的時候呢 買車是代表了 進入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了嘛 很成熟 大人的FU 這個時候呢 車上也可能會送你一個附贈的 因為你買車 隨附贈一個禮物 這個時候呢 大家常常會想到的一個 想叮噹的品牌 就是琉璃工坊 今天呢 在我身邊的是琉璃文創快閃電 跟Nissan新北經銷商一起跨界合作 這個新案子又有一位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他是琉璃文創工藝長 許文龍博士 特別歡迎你 你好 我是你好 剛才有說過就是這個文創的產業 其實現在在我們生活當中 很清潮 對於年輕人來說 但我知道你在這個領域 跟你很久很久的時間內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您過去的背景 好 其實我原本是一個學雕塑的人 所以說在學習雕塑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常常會碰到很多的材料 那這些材料的時候不外乎是木頭石頭 或者是樹紙等等這一類的東西或者陶瓷 但這些東西可能有很多前輩都做過了 那對於我們來講我們就很希望能夠創新的東西 所以當我開始碰到琉璃的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突然間發現我找到它了這樣子 所以它幾乎成為我一輩子在努力去實踐的一個材料的一個東西 您講一輩子是指三十年四十年還是更久呢 應該是近三十年吧 近三十年都在鑽研 很好奇一開始怎麼發現琉璃這個媒介這個素材的 好 我一剛開始 其實是結束了文件會的一個 當時在做傳統廟宇的一個研究的工作 哦 妙的研究 對對對對 那後來這個案子結束之後 就要開始找新的方向嘛 對不對 找新的方向剛好就是 嗯 剛好我一個老師提到說 欸 琉璃工坊有在真人 那我就欸 他覺得 這個東西是一個新的材料 也許可以去嘗試看看 哦 一個老師推薦你 對對對對 然後結果我後來在報紙又看到了 嗯 是 琉璃也在真人 嗯 那當時這個 嗯 在琉璃界就是這兩個品牌是最大的 然後結果 結果 因為琉璃比較近嘛 在關渡 所以我就先去應徵了這個地方 想說 琉璃比較近 對 然後結果就 結果就很自然而然就進去了 欸 那進去了之後呢 嗯 我原本是在設計單位 就是雕刻原型的 然後 嗯 可是雕刻原型之後呢 我就很想去了解 生產製作的一個過程 嗯嗯嗯 對 那然後之後我就有一些機緣 就進入到生產的部分 然後我後來就要求我希望能夠在 生產的單位 哦 所以一開始是有一群專隊 呃 在設計的部分 下骨鉱 然後生產團隊是另外一個部門 是是是是是 所以也因為我們能夠真正的進入到 生產的一個製作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才能夠真正的去了解這個材料 是 是是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這個材料在生產的時候 那個景象是什麼 雖然我們現在看YouTube或者是聽聲音 都很難看到實際的狀況 但是透過您可能形容一下那個產線啊 還有各個人在做什麼事情 讓我們有個畫面 嗯 應該這樣來講 當時這個 呃 所謂的 呃 拖拉铸造這個工藝 呃 是一個很新的工藝 那這個 這個工藝的話就是 呃 其實在西方以前 呃 一直沒有這個工藝 一直到了新藝術時期 開始發展了這個這個工藝 然後之後到了玻璃工作室運動 開始 也開始來做這個東西 那這個這樣的一個技術 後來就是 呃 王霞君先生到了 美國去學習的時候 欸 發現有這樣的技術 他就開始去 回來鑽研 那在鑽研這個部分 拖拉铸造 對 我們就從 這樣的一個開始去了解這個東西 那在剛開始的時候 常常是一個進去 譬如說一個爐子 大概價值市值大概一百萬 喔 那出來可能一百萬全部都是壞掉的 這是一個步驟嗎 一個工藝的步驟嗎 一開始爐子要幹嘛 燒什麼東西 是 其實琉璃的工藝的過程 非常的複雜 那我們簡單來講 既然是拖拉铸造 那就有一個是 就是一個蠟模的一個 一個製作的過程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铸造的過程 再來就是一個研磨的過程 嗯 那每一道過程 可能都有十幾道的工序 所以 所以可能 你要完成一個東西 可能要幾十道 五十道 對 對 所以非常的複雜 那說起這個 這個工藝 工藝的步驟 對 其實 其實它 我常常在講說 那人家常常會問我說 那這個拖拉铸造工藝 到底是怎麼樣子的一個工藝 我常常會比喻說 你就把它想像成 中國古代的青銅器 青銅器的到了春秋戰果之後 它開始用這個蠟模來製作 然後通過拖拉的一個過程當中 然後再去铸造青銅 那所以前道的這個拖拉铸造的部分 就是青銅器的工藝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铸造的部分 我就常常比喻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想像 中國從春秋戰果之後 到了漢代之後 開始青銅器慢慢沒落了 然後沒落之後 就開始原始陶器出來 那原始陶器就是通過燒製的一個過程 所以顧名思義我們的 嗯 拖拉铸造的部分 到铸造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放到現在 我們常常講 陶藝裡頭的陶藝的窯爐 進去裡頭燒製 然後燒製出來 就會變成玻璃 那變成玻璃之後 再加上厚道研磨的 加工的工序 所以主要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整個拖拉铸造的過程 就等於是中國的整個 歷史發展的過程 從春秋戰國到 到漢代以後發展的 陶器磁器的一個概念 然後一直到現代的一個過程 那我很理解 那現代所謂的新的創作的技法 應該會有一些簡化吧 畢竟現在譬如說技術啊 跟科技都不斷的加持它 會不會有一些 你一方面可以創新 但一方面更簡單 是 講到這個部分 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 我在之前 一直做是屬於拖拉铸造的工藝 好 那我們常在 在宣傳這個部分的時候 就是說 拖拉铸造有好幾十道工序 非常的複雜 然後製作工藝非常精良等等 然後失敗率很高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事實 但是都是事實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 大家對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 就是覺得它很棒 但是跟我們有點距離 因為我們一般可能都沒有辦法 享受到這樣的工藝 那我後來去發展另一個部分 就是我回來 從回到台灣之後 我就開始去從事玻璃教學 教玻璃 教玻璃這件事情呢 就讓我重新去思考 我可能不能夠再跟人家講說 喔 這很難啊 這怎樣怎樣等等 對 學生一聽就很挫折 對 人家一聽喔 進去一百萬出來 就一百萬就沒了 誰要學呢 對啊 不會不會 會講要喔 那避免下這樣 對對對 對 所以我就開始去 把工藝玻璃 開始轉向到藝術玻璃 喔 我從藝術玻璃的角度去思考 然後從教學的方法的角度去思考 然後我就開始教我的學生說 你怎麼去做大件的玻璃作品 然後 然後把很多 原本需要很多機器設備 我都把它改成手工具的方式來去處理 那處理完之後呢 讓這個東西 不僅是一個大件的作品 而且能夠表現玻璃特有的質感 的狀況 然後 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把原本幾十道工序 可能簡化到只有 只剩下五六道的工序 那這時候呢就 會開始有更多人覺得 喔原來我也可以做這個東西 它其實並不是那麼困難 嗯 那 開始慢慢就有很多人 接受這樣的一個部分 這樣子簡化的步驟跟比例很多耶 對 那會不會 會擔心說就是 哇那最後成品不夠精緻 就是你知道簡化的時候 人家就會直接想到 是跳過一些步驟嗎 是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流離製造的一個過程 它都是 有所謂的 在研磨階段的 有所謂的 化學處理法 跟物理處理法 化學處理法 顧名思義就是 用酸處理的部分 來去讓這個 酸 讓這個東西能夠變亮 讓物理有延展性 變亮 對 但是我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我就盡量的避免去處理這些化學的方式 我就 教他們用手工打磨的方式 用磨的 讓它亮起來 對 手工打磨的方式 其實更接近 就是原本玻璃的特質 喔 玻璃有幾項特質 一個就是它的透明 第二個部分就是它的折射率 然後 第三個部分就是它的硬射 喔會對 反射 反射 可是如果今天化學處理法的話 它的 它的亮度是在表面的亮度 喔 所以它只有一個透明這件事情 喔 但其他都沒了 其他的就沒有 就被破壞掉了 在表面的中控 它的亮度在表面 當我們把它變成是一個物理的處理法 延展打磨 對 它就會把這個東西 把外面的東西會映射在裡頭 就像鏡子打磨之後 喔我知道你在說什麼了 對 對 所以它更能夠充分的表達 那個流離的特質 喔 理解理解 這個是也是一種簡化吧 對吧 反而而且還可以跟它表現性更多 對對對 更像玻璃原本就有的特色 是 是 尤其當你在處理的時候 你是用你的 人的感覺在處理這件東西 什麼意思 就是說要打磨到手工 你不像說我們很多之前的處理 它可能是上機台 或者像怎樣等等的部分 去處理 我們現在是要拿著手工具 然後去去進行打磨 就像日本很多工匠一樣 嗯 它要抓那個感覺 嗯嗯嗯 這個感覺的部分 就是你在抓的過程當中 你會把人的情感帶入進去 這就是很手工職人 或者是我也跟它很親近的一種做法 是是是是 欸請教這個是台灣 因為是您研發出來的嘛 所以可以這麼說只有台灣才有嗎 這種特殊的技法 應該這樣講 其實 嗯 嗯 我在從 我回來台灣之後 我發現台灣的這個流離 大部分比較偏向 精品工藝的特質 嗯 那可是 可是事實上我在研讀整個 玻璃藝術的發展的時候 嗯 其實自從近代的 1962年開始的 美國玻璃工作室運動 開始發展 這個 你說1962年 1962年 蠻早以前了 60年前 對 60年前 嗯 就在西方的時候 嗯 玻璃他們一直是被列為一個 皇家的之物 在東方的話 是陶瓷對不對 但西方的話是玻璃 所以他一直有一些好的發展 可是 可是到了 嗯 可是他一直沒有辦法進入到藝術的領域裡頭 他一直變成是一個工藝的領域 然後 然後 後來 嗯 在1962年的時候 嗯 他們把 這個東西呢 放到學校裡頭 交起來了 嗯 去學校 交起來 嗯 那學校在交的時候 然後 這些老師都是藝術系的老師 是 他們就開始 想一套方法 去處理這個部分 得交會嘛 讓學生可以學得懂 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某一個部分 我是把西方的玻璃工作室 運動的這個精神 融合起來 融合起來 在台灣去 去做這件事情 那事實上我也覺得 嗯 也很有趣的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在實際過程當中 欸 很多人看到我們的作品的時候 欸 原來台灣之前沒有這樣的作品 哦 所以 所以 我也還算蠻幸運 在台灣唯一的這個玻璃的獎項 就是 就是金波獎 對 國際玻璃藝術節 的金波獎我連續六年三屆 我都是拿了第一名 我這邊有一個這個數據哦 就是剛才博士所講的這個 台灣國際藝術節上面 金色的金玻璃的金玻璃 金玻璃 從 呃 我這邊到 14161818還拿兩個玻璃 金玻璃的獎項 包括了複合的媒材 單一的媒材 各種藝術的首獎 都是這個博士他所囊花下來的 我覺得真的很特別是因為台灣 之前沒有你開創一個新的樣子 對吧 是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常常在講就是說 呃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這件事情 不管我們今天講科技或者是 或者是講哲學美學等等 或者藝術 我想大家都講究一個前衛性這件事情 創新 你的東西必須要有創新 所以這個創新的部分呢 你就去思考 你在這個地方 你能為這個地方貢獻什麼 如果這個地方沒有的 你把它做出來 其實對你來講 或對這個地方來講 它就是一種創新 欸可是博士我想請教 因為創新它必須要有意義 所以有的時候一種驗證的方法 就是市場上面喜歡 它在商業上這個邏輯成立 是 那您的這個新的這個技法啊 比如說靠手工啊很親近 我猜後來市場上面反應應該是更喜歡 對吧 是是是 所以 所以我後來在做這個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在學術上面 獲得了很多的肯定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在很多朋友或者市場上面 大家也能夠去理解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從教學的概念去處理 那去處理的時候 讓大家覺得 原來有一塊我們沒有去經歷過的東西 那這一塊東西其實 在西方已經有一些人在做 可是我們台灣要趕上這一個步伐 那所以 我們希望去做這一塊的 的一個部分 讓大家能夠 能夠有看到更多流離的面貌 這是 我在 那一段期間 我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嗯 理解 對 那我請教一個很外行的問題 我剛剛聽懂那個靜射啊 流離的特性啊 就是手工讓它有玻璃的特性等等很亮 它的顏色怎麼來的 在這個技法上面怎麼處理的 其實我們常常講說陶波不分家 喔陶波不分家 陶怎麼上色 玻璃就怎麼上色 是嗎 陶瓷上面的誘藥就是玻璃 是 它不是一種原料 是玻璃喔 是玻璃喔 它其實就是一個玻璃質的東西 只是對陶瓷來講 它只是在上面做一個裝飾的部分 但是我們把那個裝飾放大了 它變成一個量體的概念 其實就是玻璃的概念 玻璃 所以其實本來就有這樣子很多的應用 不是顏色圖案圖示各種 其實都已經在工藝世界裡面很 其實是 應用很多了 其實是有的 只是說 只是說 在這一塊的部分 比較少人去 去注意到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大家都以為 喔陶瓷上面的又要 是塗料 對啊我以為是一個塗上去的東西 是 那事實上它其實就是 就是玻璃 只是說 玻璃在這一個部分 它可能比陶瓷還要再難一些 的原因在於說 因為它變成是一個塊體 然後玻璃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它的分子結構永遠是不穩定的 蛤? 跟我們想像的很不一樣耶 對我們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物質就是 就是當它在 當它所謂它的 分子結構會隨著溫度的一些狀況 而做一些改變 當它慢慢趨向於常溫的時候 它的分子結構就穩定了 穩定之後它就穩定下來 可是玻璃是不一樣的 它的分子結構永遠在移動 所以我們現在在看到的 譬如說某一個 譬如說我手上的這個玻璃 這是一個漢代的流離 可以給觀眾朋友看一下嗎 就在鏡頭上 好 稍微你說有一個珠珠 譬如說 譬如說這整個都是漢代的流離珠 是中國廣西那個地方出土的這個 這個 這全部都是玻璃啊 是 這全部都是玻璃 好那 那我們剛剛提到就是玻璃的部分 它有一些硬力的區間 就是代表它的分子結構不穩定的狀況 那 那 它在這個地方的處理 就會非常很困難 我們剛剛在提到說 我一百萬的爐子進去 一百萬出來全部都壞掉 就是那個硬力區間我們找不到 當我們找不到的時候 它很有可能 就 炸裂是不是 就會炸裂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請教為什麼您可以得手這個 特別珍貴出土這麼久 而且你把水深攜在手上 還是今天 是特別為了今天給我們看 我一直帶著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講 我在學雕塑的過程當中 我的其中一個古器物的老師 是以前的故宮博物院的副院長 納智良 納老師 他是當時 整個故宮南遷到台灣的一個 他就是 重要的 重要的 運送的人 然後 他負責整個玉器的部分 玉器 有很多工藝的細項在裡面 聽到現在你看 陶玉玻璃這些一直都是 是 都是我研究的 我研究的一個範疇 對 等於是 就您之後才有這些 我們看得到的漂漂亮亮的作品 對 我們希望努力的去 研究開發出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是 不過我們很好奇就是因為 畢竟我們是一個科技上面的節目 就會在想說 你就找到科技有創新 那他幫助他的地方或是什麼 例如說我想到就是 有沒有更快的方法讓你的作品 更快讓大家看到 例如說 電商 例如說是會發 現在非常非常夯的 元宇宙裡面要發NFT 這個讓大家所有的年輕人一下就 非常非常著迷的東西 會不會有 更快速的方式 讓您的產品 新的這個技法 打開更大的市場 這個是我覺得下一集的 下一個段落的節目回來之後 很想要再請教博士的 所以我們 先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呢 馬上回來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來聽聽科技上面 怎麼改變這個傳統工藝之美 我們休息一下 好我們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剛才在中間 廣告中間的這個小小的時間 我就跟博士稍微聊了一下 聊得很好奇說 博士手上拿的這個東西 東漢末年 對 是 出土的東西 是 是 你會 你會 把它帶在身上一定有個特別的原因 而且這麼親近 你會覺得它是一個活生生的東西 是的 是 為什麼我會這樣的感覺的部分 當然一方面 這個方面 是 對於 古文物的一個理解 跟喜愛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玻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材質 這個材質就是它本身有很多的分子結構 它是不穩定的 結果我們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材料 它的分子結構 基本上最後都會呈現穩定的狀況 只有玻璃這個材質它是不穩定的 在什麼方面它不穩定 比如說我看它 它形狀難道會變化嗎 跟黏土一樣嗎 也不至於吧 那是它的材質質地上面我摸起來 每一次摸都不一樣的觸感嗎 也不是吧 那是怎麼說它不穩定 好 在我們現在眼睛看到的這個實際裡頭 我們覺得它就是一個固體 但是 如果你今天重去了解玻璃的內部結構的關係的時候 你開始會對它有很多的想像 譬如說有些玻璃 它其實 在我的感覺裡頭 它好像慢慢在移動 可是這個移動是用我的想像在想像 因為它的分子結構 它會看不到肉眼看不到 但是你因為對它投入情感之後 你會覺得它好像一個活的東西一樣 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會特別喜愛它的原因 你想想看全世界每一個東西都是穩定的 只有它是不穩定的 所以當我去擁抱這樣的一個不穩定的東西的時候 對它有一個特別的情感 對 所以某些時候我也會想 它就是一直跟在我身邊 對 就是一直帶著 而且親近在這手的地方 你現在聽到的聲音是 流情文創工藝長徐文龍博士 那我們講到這個工藝剛才有不同的品項 類型都是博士他研究的 那也在流情文創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合作 比如說最近是不是馬上要跟Nissan這個經銷商 有一個快閃電一起讓更多的人可以認識到你們的作品 是 其實我們跟Nissan一直有一些合作的部分 就是說他們因為很喜歡我們所做的東西 所以他們的正車裡的部分就常常會用到我們所製作的一些東西 也就是說你購買一輛車 我們就會有一個正車裡的部分 而這個就是非常珍貴的流離 然後讓你跟在你的這個車子裡頭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流離的部分讓它更生活化 就像說我天天帶他帶在身邊一樣 很靠近你 開車的時候就隨時都在旁邊 不用每一次都很大或者是金額很高的這個採買對不對 是 好我們在討論科技怎麼幫助這個產品更進入大家的視野當中 我先請教我自己比較剛來有請問的這個比較藝術方面 就是我們家自己其實有一個這個工藝的流離的作品 我就是很好奇它裡面那麼細的顏色的分層 然後它圖形的變化 它到底是怎麼發生 它在工藝的哪一個步驟會確定它說它一定會這樣 好其實我們在製作流離的過程當中 我常常在講就是說 你要有足夠的想像力 因為當它當我們把這個流離放到窯爐裡頭 進去燒製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看不到它了 所以它出來會變成什麼樣子沒有人知道 那這時候呢 就仰賴於你在做的過程當中 你怎麼去處理它的變化的效果 這個變化效果當然一方面需要有長期的經驗 然後第二個部分我們也要做好很多數據的整理 包含我們會有玻璃的色票 然後我們會做玻璃的比例的分析 然後每做的一個研發的部分都會有照片 知道它的結果是怎樣 通過這樣的部分我們去把這個色彩 在之前的部分就把它處理 然後進到窯爐裡頭 讓它自己去流動 讓它自己去流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沒有辦法控制它了 對 對不對 就等於只能讓它自由了 只能聽天有力 聽天有力 讓它自由伸展 它有自己它的樣子 對吧 但是它仍然有一些 可以我們利用科技去完成 例如說什麼 譬如說我用溫度的控制 它到什麼樣溫度的控制 然後熱的傳導 它能夠傳導到那個模具裡頭 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上面放置的玻璃原材料 它會怎樣子從一個硬的東西 然後慢慢軟化 軟的過程之後 它會怎麼樣子融合在一起 再怎麼流下去的過程 我們這部分都是用電腦來控制 那通過控制的過程當中 讓它去做到我們想要的變化出來 所以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需要做足了大量的工作 把它跟Taper的部分去完成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仍然保留一個部分 仍然保留一個部分就是 讓玻璃自己去變化這件事情 這聽起來很浪漫耶 真的 應該它空間讓它變成 它自己想變的樣子 因為你沒辦法 對 我就放進去 就沒辦法了 對 只能控制好讓它不要炸開啦 只能這樣子 是 是 是 所以可以這麼說 每一個琉璃工藝的作品 它是獨一無二的嗎 可以這樣子說嗎 那當然 那當然 所以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 我們跟材料的這個意志 是同時存在的 哇賽 我懂你的講法 對對對 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感覺到你對這個台詞 我們不希望去完全的控制它 對 我們希望我們了解它 然後把它的美釋放出來 就像米開朗基羅在磕 他的大胃像的時候 他說他只是把大胃的靈魂釋放出來而已 他並不是在控制它這件事情 原來是這樣子的說法 非常非常特別 我今天開眼界了 可是呢 或者是如果大家像我一樣 對琉璃這個素材很陌生 或對琉璃圈很陌生 也會想要有沒有日常生活當中 那我們已經習慣的方法 可以更了解你們 接近你們的作品 那剛才就有提到 是不是除了有一個快閃的 這個操作之外 現在電商買得到 是是是 我覺得 自從後疫情時代的發展之後 人們因為受到這疫情的影響 不再能夠說 大家常常的見面啊 等等的別人 去看啊什麼的 所以很顯然在一個未來的發展 不管是電商或者這種 虛擬的概念的東西 它會越來越清楚 而且這種清楚 事實上某種也打破了所謂的 非主體中心化的一個概念 讓每個人能夠直接的去感受 所以即使今天在電商的部分 當然我們還沒有做到 所謂的3D的這個 去看到這個作品 但是它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去做到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所有的公益 你要注意到 所有的公益 它在當時一定是前衛性的 那麼 當這個公益是在前衛性的 也就是代表著 我們在這個時代的公益 應該也具備前衛性這件事情 一定得的 是是是 才對得起公益這件事對吧 對對對 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嘛 對不對 要做這個時代的東西 所以採用這個時代的方法 對不對 新方法 讓它網路上就看得到了 是是是 那你網路怎麼展現 因為我現場直接看 我摸得到我 我聽得到你的講解 假設我很幸運 跟這網路上面呈現很不一樣耶 會不會你擔心這樣作品 會少了一點什麼 我想 這個所有的東西在轉換的過程 一定都會有發生某種變異的過程 但我們就是努力的去完善它 譬如說我們會 我們會拍攝一些影片 我平常在工作的時候 我們就24小時錄影 然後哪個部分 很新很新 哪些部分可以呈現得出來 或者我們某些時候 我們就 我在做的過程當中 哇失敗了 那種沮喪的感覺 然後拍下來 真是 這種心情傳達出去 所以 我要去看怎麼看啊 也跟聽眾朋友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就直接搜流情文創就可以有 是是是是是 對 所以它可以就是說 通過網路或者通過這樣的 我們講的虛擬的部分 其實它漸漸的變成實境化 那實境的東西就是說 就是說它的那個實境是在於那個感情 那個感情被真實化了 這種真實的部分慢慢會取代這個物體 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為什麼我覺得這流離是活的 我覺得它的分子結構一直在移動 這時候就好像我們人的這個精神 在思考這個部分 我更多感受的是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其實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所以其實也不擔心 反而電商我在猜 應該會有很多人 喜歡的投入的 也會自己轉化方式 去接觸到你的新的產品 對因為我自己幾乎都是在電商的東西 自己也是啦 因為我剛剛聽到蠻感動的 對我知道工藝跟科技怎麼結合了 因為當代的工藝也都是最新的創新 那科技當然也是新的創新 新的方法 兩個結合應該不要違和 才對的 對 對 這個我就打通任督二脈的感覺 而且也很感動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欸那個這個工藝跟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的這個科技好像扯不上關係 因為都在講一些古老的技術啊 什麼什麼等等 可是 可是我常常會提醒很多人 或者我的學生說 別忘了那個 那個當時 這個東西為什麼會留下來 它在當時就是創新的 喔我聽到雞皮疙瘩 我理解了 我們現在看起來古老 在當時是新的突破 對 否則他就沒有 不會這樣子很突出 然後被後代記憶下來 是所以我常常會告訴我的學生說 我們到底要做些什麼 前人已經很明白的告訴我們 做新的東西 對做新的東西 那你只有 你只有在你的技術上創新 你在你的思想上創新 還有你在你的創意上做創新 那你在你的造型上做創新 這三個創新 就是會讓你的工藝 讓它看起來不一樣 嗯 這種看起來不一樣 是 不只是一個外形的不一樣 是從內在會感覺不一樣的 我覺得觀眾很明瑞的 會感覺得出來 是是是 所以我 這也是我常在講 只要你的東西夠好 你自然而然別人就會去 理解跟欣賞你 這個事情 我也常常會講說 那什麼叫做好這件事情 要夠好 有時候很主觀啊 人家就是不喜歡這個假設 那怎麼辦 嗯 我常常也會講就是說 嗯 別人不喜歡沒有關係 自然會有喜歡你的人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取悅所有的人 但是我們可以去做一個 嗯 別人很喜歡的 的一個部分的人 不需要每個人都喜歡 我覺得 我覺得 嗯 如果讓每個人都喜歡 可能就不是自己了 會改變太多 對 嗯 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情形 我也常常會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什麼樣的 東西是好東西呢 或者 我常常在講就是說 欸 一眼這樣看不清楚 看不明白的東西 就是好東西 是嗎 嗯 你喜歡 這是你的藝術 審美觀 嗯 一眼看不清的東西 當然 當然就是說 這可能跟我自己的創作有關係 因為我一直會朝向一個新的技法 跟新的變化去處理 嗯 所以每次人家看到東西就會問我 你這東西怎麼做的 當它開始進入思考的時候 就代表它對你這東西感興趣了 一定會 要不然我根本連想都不會想飄過去了 是 所以我常常在講說 你一個東西做的再精美 倒不如 你怎麼樣子想辦法去創新這件事情 我常會舉例說 喔 就算是有一些 你的意思是不需要在 100分上面一直疊加精美的部分 你可以做一些新的 就算它沒有那麼一步到位完美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是 是嗎 你是想想看 像譬如說 在 現代藝術裡頭 像印象派的發展的一個過程 在當時 你想想看 他們畫的可能都沒有 傳統的學院派畫的好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傳統學院派的那些繪畫 到後面都沒有留下名字 可是這些 人卻留下名字 做新的東西 甚至他們沒有辦法進入沙龍 他們只能夠在沙龍外面做展覽 可是偏偏這些在沙龍外面做展覽的人 最後留下名字 請教 那博士你覺得 這次只有針對工藝嗎 還有 還是說 廣泛的藝術創作 甚至現在藝術跟數位 對 你到全部都 廣泛來說創作好了 是 都是 您的哲學是做新的 對 所以 我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 我後來回到台灣之後 發現台灣的玻璃工藝大部分趨向 偏向新品化的概念 我們就越做越好 我們還做越貴 但是對我來講 這東西不吸引我 為什麼 因為 創業家精神 一來我覺得 我覺得 我之前本來就是在做這種 最精緻的東西 所以它的工藝本身雖然很複雜 但是對我來講非常熟悉 那 也就是說 我可能這件東西很漂亮 但是漂亮完之後 我就沒有什麼值得我想像的地方 你能理解我這個意思嗎 我覺得一定成熟度的人才有辦法理解 對 因為 不漂亮也有它的很好的地方 對對對 那 所以我就在 就是我剛在講說 我想要去創造一個 就是別人想要去理解它的東西 就是我剛講 一眼看不明白的東西 有一些深度 勾人思考 是 那即使 即使它在處理的時候 因為 會比較深色 或者沒有處理到非常到位 沒有完美 但是沒有關係 這些很多後面的人 喜歡的人 會繼續把它完善 那我們只要去創造 一個新的思維跟想法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很值得 很值得你去做的一個狀況 那講到新思維跟新想法 最後節目時間的最後一個問題 我講到這個新到不行了 沒有比這個更新了 就是NFT了 博士很謙虛 在節目開始之前 說他對NFT的世界 就是好像沒有相對來說 這麼這麼熟悉 比如說30多年研究 沒有 可是博士放心 因為所有的人在NFT的世界裡面 都知道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 如果有一個人出來說 然後他已經掌握了所有的資訊 他一定在碰風 但我很好奇 這個怎麼跟您的產品做連結 好 首先我必須承認 雖然我對NFT並不是那麼熟悉 但是第一個 它本來就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它開新而且在變化 可能你問十個人 不見得有幾個人能夠回答得完整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些時代精神 這個精神在我讀藝術史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它是非常符合這個部分 譬如說它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就是非主體中心化的概念 所以就是說 它以前的所有東西都是通過一個 一個中心 來去賣它 或者來去掌控它 可是NFT沒有這個東西 還有一對一的 對對對 所以對藝術家來講 它其實更自由了 它做的這些東西的部分 它不必透過一個 譬如說畫廊 或者一個什麼什麼什麼的部分 然後去把它掌控住 它可以直接的面對喜愛它的人 即使它是用虛擬的概念來去處理 但是它仍然是一個 非主體中心化的一個概念 這個跟當代藝術在推展的一個過程 人們開始去理解多元的社會 跟多元的觀點的概念是一致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覺得它 當它這樣一個東西推出去的時候 其實它就被認證了 對 對不對 它就被認證 在區塊鏈上被認證 真實防衛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對於不管你是藝術家或者工藝家 都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一件事情 對啊 不用再去確認說日照日防照片 對 而且之後人家就認定這就是你了 對 所以某種一個狀態來講 即使你這個實體不見了 但是你那個被認證的部分 已經是真實存在了 那某種意義來講 這一個部分就代表著某種精神 這種精神它是被真實存在的 被認可的 即使有一天你的主體不見了 它仍然存在 你想想看很多藝術史的發展 最後人已經消失了 都在追偷這件事情 對但是那個部分是存在 所以非常的棒 所以NFT說這個概念技術很新 但是在之前藝術史這些精神 其實已經被強調出來了 我這樣完全理解博士就是貫穿 你說三十多年的研究 在藝術史上面的研究 然後最後擔任這留情文創的這個工藝長 這個有深度有厚度在裡面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到這邊必須要稍微告一段落 那我覺得聊得很開心 我覺得您那個講述語言的文字 用得好精準 聽起來是一個享受 也希望觀眾跟聽眾跟我一樣享受這一集的節目 我們下週再見囉 今天特別謝謝博士過來 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